随着一阵轰鸣声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四座电动飞机 RX-41瑞翔崇尚天际 在辽宁沈阳财湖机场首飞成功 加入点燃空中的绿色革命 动力方面它有两个通道 就是互为荣誉的 这样在一个通道出现问题的时候 另外一个通道仍然可以工作 可以使飞机的安全的返航 这架四座电动飞机RX-41 是由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所开发 飞机翼展13.5公尺 机长8.4公尺 起飞重量达1200公斤 巡航速度每小时200公里 续航时间1.5小时 航程可达300公里 更具备小而轻的特点 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相比传统金属结构飞机 重量轻 强度高且耐腐蚀 后续随着电池除能技术更新 包括航时的航程 都渴望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在围景区 其他的烧油飞机可能就不让去了 但是这个电动飞机是可以的 因为它没有环境污染 强调电动飞机零污染 能在硬草地砂石等道路起降 而且用途广泛 从短途运输 飞行员培训 空中摄影 科研考察到观光旅行等 通通可纳入考量 中国急欲强攻航空大饼 加上2017年首飞成功的客机 C919将于2021年投入商业营运 中国力拼油电并进发展 全球航太产业进入战股时代 拼搏想必会更加激烈 散地新闻 金学会报道